跑步距离的基础上 它也和我们最先疲劳的肌肉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改善一下下肢的肌肉力量吧 首先呢让我们来做两个腿部的激活动作 第一个单腿平衡触地 我们双手插腰挺胸抬头 这时候我们左腿的支撑腿的膝盖微微的弯曲 用你的右脚的脚尖尽量向前触地 然后收回来 右脚脚尖向右边尽量触够 收回 然后再向后方触够收回 完成了一个动作 我们单边要做八次 那这个动作呢可以断裂到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 还有就是可以充分地热开我们膝关节 可以让它刺激它来释放这个关节液 可以防止我们在后面的运动中呢受伤 注意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脚尖和膝盖的方向要保持一致 不会因为这个我们的腿向前后左右的这个触够呢 而让这个膝盖向左右化 那做到后面呢可能会感觉到我们膝盖上方的肌肉有酸疼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肌肉在紧紧地稳定住我们的膝盖的关节 好 最后一个坚持住 尽量地向最右侧和最后侧点地 好 收回 让我们来换左脚 来 左边的脚向前伸点地 收回 左脚尽量向左 触够 向后触够 完成一个 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膝盖 无论是在前后左右触够的时候 膝盖都不要超过脚尖 这样的话不会给我们的膝盖造成太大的压力 保持我们上肢的稳定 注意发力的时候 吐气呼吸 这个动作是模拟我们跑步的时候 有单腿的落地和腾空的时候的这个状态 所以要保证我们的膝盖有完全的非常的有力量 破地的时候不会左右的晃动 因为左右晃动的时候是非常会容易造成我们膝盖损伤的 好的 最后一个完成了 下面一个动作叫做小马垫脚 我们同样是双手插腰 那用左边的腿微微的弯曲 用右脚呢 点地 脚尖点地 好 现在呢我们来换脚 腾空跳起 换到左脚脚尖点地 这样完成了一个我们要做十个 那这个动作呢 主要是激活我们的膝盖和踝关节 同时呢可以锻炼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 好 还有两个 好 完成了 那相信经过以上两个激活动作呢 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了高效能的工作状态 那注意的就是以上两个动作都要做两到三组 那下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激励训练的主体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训练呢主要以弓箭步的形式为主 那弓箭步呢相较于这个下蹲来说 更加接近我们跑步的姿态 所以呢弓箭步可以更加加强我们的下肢肌群和臀部肌群 同时呢弓箭步又相较于下蹲来说呢 增加了不稳定性 所以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核心 大家知道呢在跑步过程中呢 核心的稳定 还有这个利用的身体上下部分共同做工 来利用我们自重不断的前移的过程 就是一个跑步的机械运动的过程 所以呢这个弓箭步就是在跑步的专项训练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方法 好 第一个力量训练 单手哑铃上举弓箭步下蹲 首先我们要拿一个小哑铃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弓箭步 首先是左腿朝前右腿再后 这个弓箭步 然后所以我们的一侧的手 就是我们的右手要上举哑铃 举过头顶 手伸直 我们另一侧的手插腰 好 横横的下蹲 做一个弓箭步起来 好 完成一个我们要做十个 这个动作呢 比这个单纯的弓箭步来说呢 多了一个负重 所以可以更加地加强我们臀部和腿部的力量 同时呢 我们这个上举的哑铃 所以还会锻炼到我们的核心 大家知道这个跑步中 核心和躯干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全身性的动作 好 蹬地起的时候 我们要吐气 好 我们来换一边 右腿在前 左腿在后 右手插腰 我们的左手举小哑铃上举 注意手要伸直 身体上伸 后背部挺直 身体直立 好 下蹲 注意我们的重心在两腿之间 那我们上举的这个哑铃呢 也成了一个三脚的稳定型 所以可以稳定我们的骨盆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骨盆的位置是朝前的 不要左右的晃 六 七 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九 最后一个稳定住 十 好 下一个动作 也是需要用我们双手来握住这个哑铃 叫做单腿俯伸触地 那么双手握住哑铃 用我们左边的脚来支撑我们膝盖微躯 右边的这个脚呢 微微地抬起不要触地 好 现在用我们的双手向前俯伸 触够地面 触够我们的身体的左边 收回 左前 收回 前面的正下方 收回 右前方 好的 最后一个 最右边 大家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顺时针 那我们下面再逆时针旋转回来 再触地一次 注意我们的腰背部要挺直 那俯伸的时候不要驼背塌腰 这个动作呢 不但可以锻炼到我们左腿的整个的臀部 还有腿部力量训练 而且呢 还可以锻炼我们横关节和膝关节的稳定性 好 下面我们来换另外一只脚 同样的 我们右腿要膝盖微微地弯曲 不要伸直 好 我们从最左边开始 一 二 好 向前伸 那在家呢 如果大家没有小打铃 可以尝试用矿前水平 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个动作还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核心和躯干的稳定性 然后我们的反方向再来一次 注意出过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全腹的腿呢 就自然地向后延伸 保持一个平衡稳定 好 最后一个 坚持住 好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弓箭步的训练 这个动作叫做弓箭步跳换 需要我们在弓箭步的基础上有一个跳跃 首先也是双腿前后开力 做一个弓箭步 然后我们要向上跳起 同时在空中换脚 好的 我们要做十个 二 注意这个动作我们要尽量地向上跳 落地的时候重心在两腿之间 但是膝盖注意不要超过脚尖 尝试用你前面落地的脚后跟来着底 这样的话可以感受到我们大腿后侧和臀部的这个肌肉在发力 那么跳跃呢是锻炼我们肌肉爆发力的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好 坚持住 好 最后一个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是博苏球的俯身登山跑 我们需要应用到的是这样一个软球 用我们的这个软面向下 这个平面向上 这个球呢可以增加我们动作的不稳定性 所以增加我们动作的难度 首先呢我们要双手与肩同宽 撑在这个博苏球的平面上 然后呢我们身体要像俯卧撑一样 保持一条直线 现在呢我们用腿尽量地向胸口贴紧 然后快速地换腿 这样跑起来我们要做20秒钟 因为博苏球呢可以增加动作的不稳定性 所以呢这个动作除了可以断裂到我们的下肢肌力之外呢 还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核心 那对于这个能力稍有不足的人来说 可以去掉这个球 直接在这个垫子上做就可以了 好的 三二一 好结束了 那以上的肌肉肌力训练呢 每个动作要做三组 下面呢我们带大家做一些更加精细化的牵拉动作 首先是来来我们的大腿的后侧 同样的双脚微分 我们的右边的腿膝盖微曲 左腿伸直 向鞋前方伸去 然后我们的后背部挺直 微微的向下俯伸 然后同时我们的双手尽量的够触到我们的脚踝 这个动作在我们之前也有教学过 要点就是我们的脚尖和膝盖都从同一个方向 向前延伸 这样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大腿后侧和小腿后侧的拉伸感 好的 坚持一下 下面呢我们来更加精细化的做一个拉伸 我们现在在这个上面呢 用我们的脚尖微微的向内扣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小腿向内扣 让我们的脚成内巴子的状态 然后再俯伸 这个时候可以感觉到我们小腿的外后侧有拉伸感 好的 提升我们来换一个方向 同样的 先首先是朝前这边膝盖要微曲 背要挺直不要驼背 向下压 好 现在将脚尖微微的向内扣 这个外侧的外后侧的小腿拉伸呢 特别适合那些有扁平足的跑友 这个动作可以提升我们的足弓 扁平足的跑友呢 在跑步的时候可能脚踝有很更大的压力 从而会造成受伤 那么这个动作是脚正平足组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好 保持呼吸坚持一段时间 好的 那下面一个呢我们来拉伸一下腰部的肌肉 同样我们来两躺在垫子上 肩膀贴紧垫子 首先我们左腿伸直 右边的腿跨在左边的腿上弯曲 向左边压下去 用你的左手压住膝盖往下压 同时我们右手展开 然后保持我们的肩膀要贴紧垫子 然后用我们的左手用力将右边的膝盖向左边压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这边的腰部 肌肉有拉伸感 好 坚持一段时间 这可以放松我们长时间跑步所造成的后背部肌肉的紧张 好的 我们来换一边 同样右腿伸直 左边的腿搭在右腿上弯曲 用你的右手压住左边的膝盖向下压 同时左手和左边的肩膀要紧紧贴住垫子 然后向下压 这时候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拉法呢 就是将我们右边伸直的腿同样也微微的弯曲 两腿同时弯曲 这个时候可以感觉到我们的下背部 下背部和后腰 不同的肌群有拉伸的感觉 好 保证呼吸的顺畅 三 二 一 那以上的两个拉伸动作呢 我们每边都要做两组 那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了 在下一节课中呢 我们将一起做一些关节灵活性和稳定性的训练 让你做一个完美的跑者 运动补水有什么讲究呢 那在运动前的至少四个小时我们就要提前补水了 大概是要喝一瓶矿泉水的补水量 那在运动前的15到20分钟呢 我们还要再喝200毫升的水 在运动中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及时补水 每15到20分钟就要喝大概一两百毫升的水了 如果你的运动时间比较长 超过了一个小时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你每小时的补水量呢 不要超过一升 在运动后呢 的两个小时我们都要及时的补水 如果你运动后呢 体重减轻了每一斤 就要补大概500到700毫升的水 那就是大概一瓶矿泉水的量了